那么这个说 说完了以后呢 底下我们还要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拿form data来提交的 事实上这两个post呢 都可以用form来提交 而不用form data来提交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不用这个来提交 用form data来提交 我们怎么提交呢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来改动它 把里面的 不对 关掉 第一个我们来看 add users UI add users UI现在是在这儿做了一个form 那么底下有一点说 如果我们不使用 这个那个什么 我们怎么来提交它呢 就是我们如果使用 一个form 我们怎么提交 form的话是在这样 那首先你在这个地方要加一个form orm 对 然后呢 把它整个该包的都包起来 -form 好 那当然这个东西呢 要往里边去缩键 那么缩键完了以后 这个地方呢 我也我要给它一个ref 等于 比如叫theform吧 那么如果它ref等于theform的话 底下我们要加什么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是我要把name加进去 这个name最好跟id是一样的 因为等最后提交的时候 在form里提交的时候 这个东西等于什么 就是在这个append 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地方是按name来的 这个东西不是按ref来的 也不是按id来的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 一定要想清楚 这个是name 这个就变成name等于name 好 这个没关系 name等于h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定是 叫如果使用form html的form 那么 需要设定name属性 也就是它最后 这个东西等于什么 这个在这 是通过这个东西来做的 那好 那上面这做完以后 底下我们上面 上面怎么去做呢 我们如何去append它 这个时候 这三个就 拿掉了 这三个拿掉以后 那么这个leftform newformdata里边 我们会给一个东西 叫做 this.refs.form 然后把它提交上去 OK 那我们看一下 刷一下 好 我们现在看看它能不能使 这个不行 这个重了 OK 可以吧 三个a 一个d 已经进来了 那么 同理 那么我们对于提交 这个整个的这个文件 我们也做一下这个操作 那么它也一样 它也是扩到一个 把它扩到一个form里 OK input 不是input form 这个ref呢 等于 upform 那么在这儿的话呢 上面我们给的进去的时候 怎么做呢 跟这一样 把这个东西 注释掉 然后在这是this.refs.up.form 把它拿进去 然后这也是提交 好我们再刷一下 看看成不成功 好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还是选这个文件 点上传 好成功了 那么说明这个现在是对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 无论是使用form form data 或者是直接使用fetch 然后去 使用真正的form 别管怎么样 所有的提交 我们都已经回了 无论是提交文件 或者是提交一个数据块 那么我们都已经在这里设计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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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